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已能认出近两千字 与甲骨文同期 青铜器上铸造的文字称为金文或中顶文 西周时期的散尸盘毛宫顶具备很高的史料和艺术价值 汉字的发展经历了许多不同的演变 初期汉字系统的字数不足 大量事物以通甲字表示 使文字表述存在较大奇异 为完善表述的明确性 汉字经历了逐步复杂 字数大量增加的阶段 但事物众多 不可能都用单一汉字表示 且汉字数量的过度增加 又引发了汉字本身的学习困难 汉语逐步从单字表一演变为词语 表一为主导 清末明初 中国受西方外来文化的影响 一些学者认为汉字难学 难懂 难写 提议废除汉字 改用拉丁字母曲而代之 大文豪鲁迅先生甚至还仰天长叹 汉字不灭 中华碧亡 然而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著名语言学家 赵元任先生却不以为然 为了证明汉字不可替代 他先后写下数篇只能看懂 不能听懂的金诗奇文 诗诗诗诗诗诗诗 叽叽叽叽叽以及嘻嘻嘻 从此之后 废除汉字的呼声戛然而至 赵元任先生的文章之所以被视为奇文 是因为文章的字数不多 读音单一 却生动地描绘出情节曲折 内容完整的有趣故事 诗诗诗诗诗诗诗的原文是 诗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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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30年写于美国 1960年被载入大英百科全书 这样的文章 相信任何一个人闭上眼睛听完之后 都会脑袋发胀 不知所云 但稍有文言文功底的人 则可以轻易从字面看出文章描述了一个 试试吃狮子的故事 大一是 食物立住着一位姓氏的诗人 有吃狮子的嗜好 立志吃十只狮子 他常常去集市看狮子 十点钟 恰好有十只狮子来到集市 此时刚好狮狮也到了集市 他看见这十只狮子后 依仗弓箭的威力 将这十只狮子杀死 他拾起这十具狮子的尸体 带回食物 食物很潮湿 他指使仆人擦拭食物 食物擦干后 他开始尝试吃这十只狮子 吃的时候 才发现这十具狮子尸体 其实是十尊不会动的食狮子 请尝试解释这件事情 如果用拉丁字母或汉语拼音 来取代原文中的汉字 那么 展现在人们眼前的将会是这样 一道宛如天书的奇观 非但听不懂 连看也看不懂了 再来欣赏一下 赵元润先生的 叽叽叽叽叽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暂停播放 尝试阅读屏幕上的原文 测试一下您的阅读理解能力 翻译成现代文的意思是 鸡鸡感到寂寞无聊 圈养了一群鸡 是一群草鸡 草鸡饿得乱叫 鸡鸡取来竹鸡中的骨类喂鸡 鸡吃饱后 跳到鸡鸡的书箱上 鸡鸡怕脏 急忙轰杆鸡 鸡受到惊吓 鸡而跳到桌子上 鸡鸡非常恼火 赶忙用竹鸡投相机 竹鸡速度太快 击中桌上的陶呕 陶呕被击碎 鸡鸡叫着躲到桌子下 鸡鸡一怒之下用墓血打击 鸡全部被打死 鸡鸡心情激动 就写下了 鸡鸡鸡鸡 赵远任先生 还有一篇更短的文章 嘻嘻嘻 原文是 大义是 嘻嘻的犀牛 喜欢玩耍 嘻嘻每天牵着犀牛到处走 嘻嘻嘻心帮犀牛洗澡 犀牛吸了口吸水喷向嘻嘻嘻弄他 嘻嘻笑嘻嘻地希望犀牛不要闹 可是犀牛乐此不疲 不挺嘻嘻 其实除了赵元任先生 房间写这种同英文的大有人在 例如网络作家和原外写的这篇直直直 文章大一时 阿芝有个年幼的侄子叫阿芝 人很聪明会造纸会织布 阿芝长了痣疮用火疗痣疮 结果反而越来越严重 阿芝到阿芝家里得知此事 知道白纸的枝叶可以治疗痣疮 就到长着纸的地方去采摘纸织 突然来了一只疯狗 在阿芝身边徘徊 阿芝拿起一根笔直的枝条扔了过去 砸到了疯狗的脚 疯狗停住了 阿芝拿着纸织给阿芝 阿芝用纸的枝叶织好了枝窗 阿芝为了感谢阿芝 给了他肥美的烧鸡腿 还有一位无名士 写了一篇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 描述了两男一女的悲欢离合 生离死别 该文的阅读难度堪称天下之罪 大家可以尝试挑战一下 噪噪 摘 verso 噪 effects 噪很好 噪分 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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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舌头打结了吗 该文的大义是 后义的后义中有个教义的人 居住在少数民族义族地区 义是个好医生 医术精湛 义的姨妈死后留有一个女儿名教义 长得很美 衣着也很美 总之非常漂亮 义中义表妹义 她买衣给义 可是义却扔掉义送的衣服 穿上另一件衣服 义表示不喜欢义 义感觉非常郁闷 为躲避义的纠缠 义离开家乡 来到一个偏僻的地方 找一个教义的人下棋 义长得像帽堂堂 精通下棋 穿着也不同寻常 看上去义气风发 义开倒义 义受义匪浅 义很高兴 便爱上了义 义也爱上了义 第二天 义继续和义下棋 义送了义只义义给义作为宠物 义则拿衣服回赠给义 义不幸得病 迷迷糊糊不停呼喊义的名字 似乎有些精神失常 靠着椅子喃喃自语 义则在旁轻声安慰义 义素文义的医术高明 于是求义救救义 义提出条件 要求义离开义 义思量着只有义可以织好义 义是答应了义的要求 远走他方 义来到了义为义治病 经初步诊断义的义脏长了疮疑 义用蚂蚁调制毒门秘方 义服用之后出现腹泻 将腹中的毒素排出了体外 义的神志开始清醒 并发出义一声 义服起义 继而割了一些义米来义治义 义最终得以康复 义开始思念义 常在梦中呼叫义的名字 义告诉义义早已离他而去 并开始对义有所企图 义大受打击 悲伤痛哭而悬梁自尽 义因此精神失常 最终上吊自杀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 倘若阁下对本期视频 有任何独当的观点或见解 敬请留言 如果阁下喜欢本频道 欢迎订阅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